台东市的人口约有10万人 比起其他的城市人口数并不多 但是在近一两年内 陆陆续续开了约7间的飞标店 飞标运动的风潮席卷了各地 而台东市也更是为之疯狂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 带您一块来了解在台东打标的风潮 一间 两间 三间 在这一两年来 台东市区就陆续开了约7间飞标店 不论性别或是年龄 是许多台东市民众放学下班后的好去处 透过飞标运动 舒缓一整天紧绷的心情 到底飞标运动为何这么吸引人 记者带您一同了解 我觉得飞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它必须要静下心来 然后就有你的专注力 所以很适合和家大小一起来玩 有一个竞技项目 那你会带着你的爸妈或者女朋友一起来玩吗 比较 带女朋友是有可能的 但带爸妈可能比较难 我觉得很有趣 有时候是自己或者跟朋友来玩 跟朋友来玩 反正朋友都是来看我玩的 高二 我高三 高三 我高二 那你们每天都会来玩飞标吗 对 我每天都会来 那你们怎么会这么喜欢玩飞标 因为成就感吧 打到有成就感 打到的时候有成就感 对 打到红星跟黑星的时候 那你们平均每个礼拜大概花多少钱来打标啊 明均大概每个礼拜吗 对对对 一天两百块的话 一千四 大学生吗 对 那你们怎么会喜欢玩飞标啊 因为会获得成就感 怎样的成就感 但是如果分数设得很高的话 就会很喜欢这一面 你怎么会选择来这些呢 因为这边只要地霄比较便宜 然后环境跟气氛也不错 一开始被朋友带来了 那晚一晚就 因为只要设到红星就会有成就感 所以越玩就越起劲 那你有参加队伍之类的 有 我有参加队伍 那你比赛什么继续 因为这几年开始比较认真在练 所以就有一点点小成绩 对 那你大概每天会发到什么 发在这个飞标运营赛 一个礼拜大概三天吧 然后每次大概都三百到五百不等 经营的状况是什么 嗯 目前就持品啦 嗯 不好也不差 那你们这边消费的啊 族群大概是怎样 学生 然后上班族都有 对 那年龄呢 嗯 你们那种 不分年龄 都有 中年 大小朋友都有 谁要有兴趣都会来 目前台东飞标蛮算盛行 对 也比较兴起 因为 从国外 然后再迎进台湾 然后再慢慢的推广 对对对 目前经营状况都还算不错 对 那年轻年轻族群是比较多 除了飞标 我们还有就免费的教学 因为现在蛮多人想要学飞标 可是不知道来源 不论一整天下来有多忙碌 在飞标命中的那刹那 所有压力瞬间释放 你还没玩过飞标吗 快点乘上这股风潮 打标去吧 记者韩且伦台东市报道